这回大事不妙了 要是太太知道 我把那套珍珠图面拿去当了 肯定饶不了我 那咱们想法地 把它赎回来不就成了吗 你傻呀 那会儿东西是拆开卖的 东一件西一件的 谁知道流落到哪儿去了 当的银子都放了印子钱 时候还没到 连本都拿不回来 就算知道下落 那也赎不回来了呀 奶奶别怕 横叔现在是四奶奶管家 没有了 也找不上咱们的 说你傻你还真傻 她才刚接受库房 打开库门 找不见东西 定会回禀太太 到时候你说 太太会问谁 那怎么办 我也是没辙了 实在不行 先回娘家躲一阵子 等太太气消了再回来 只是把这个家 拱收给了林绍琛 我实在是不敢 奶奶 你快看 亲戚家的中邪了 亲戚家的 你疯了 奶奶 怎么什么东西都往嘴里塞啊 奶奶 您误会了 这 你看 这是糖做的 先前在街上遇到一个卖糖人的 手艺好得了不得 做的东西栩栩如生 我觉得好玩 就让她给我做了一套 背一碗碟块 过回子 我当着那丫头小四 我给她吃喽 包管吓死他们 你没把他们吓死 倒把我给吓死了 滚 糖人 好的 怎么找不着太太说得了 出惯了 你怎么找不着太太说得出惯了 我去有这个 感谢观看